女人患上皮肤病 原本洁白无瑕的肌肤 开始大面积腐烂 她将别人的皮肤贴在自己身上 竟然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即便 让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一切都要从昨晚说起 年轻貌美的安娜 在酒吧邂逅了一个男人 两人相谈甚欢十分契合 男人便将她带回自己的公寓 准备与她共度粮宵 可等到安娜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男人却早已不知所踪 不过她也不在意 收拾完自己便出了门 在路上还不停地和朋友 分享着昨晚的谚语 只是兜兜转转 她又回到男人的公寓里 而手中的钥匙也刚好能打开门 安娜往家里打电话 想要确认自己的身份 没想到公寓里的电话反而响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着安娜 这里正是她家 可为什么她对这里发生过的事情 却丝毫没有印象 她想要洗把脸清醒一下 却发现手上出现了大量死皮 她试着把它们撕下来 没想到揭开便能看见血肉 这是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的疼痛 安娜连忙将皮又给盖了回去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出来一看走廊里却空无一人 这时热情的邻居和她打起了招呼 并邀请她上门做客 奇怪的是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邻居却知道安娜的一切喜好 仿佛两人是多年好友 这时安娜也安娜不住内心的苦闷 向她诉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听完邻居暖心安慰着她 说是因为前不久安娜摔伤了脑袋 所以才会想不起来一些事情 至于手上出现的死皮 有可能是过敏的症状 只要预约医生治疗 过不了多久便可以恢复健康 邻居心疼地抱住安娜 并体贴地帮她预约了医生的治疗时间 可安娜并没有 因为邻居的话而放松心情 相反的她总觉得家里 处处充满着诡异的气息 好像有人在暗处盯着自己 她连忙抱起义务躲进浴室里 晚上 她郁郁寡欢来找邻居喝酒 邻居细心关注着她的身体状况 交谈间安娜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 两人开心地碰了一下杯 不料用力过猛将酒杯给打碎了 慌乱中 邻居一脚踩在了玻璃上 她连忙将脚上的玻璃碎片拿了出来 连带撕下一块脚皮 安娜忙着收拾地上的玻璃 等到邻居去处理伤口之际 她包掉手指上的死皮 拿起那块脚皮 盖在手上的伤口上 此时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女人的手严重褪皮 她捡起地上被割破的脚皮 按在自己的手上 神奇的是两块皮肤竟然完美融合 安娜盯着自己手若有所思 她好像找到治疗的办法了 只要将健康的皮肤贴在身上 就可以获得光滑的肌肤 第二天醒来 安娜发现情况变得严重起来 自己整只手都长满了死皮 她连忙用纱布将其缠上 来到医院向专家咨询情况 没想到这症状专家也是第一次见 她小心翼翼地在安娜手上接下一块皮 准备将它送去实验室化验 才能对症下药 专家告诉安娜 皮肤出现死皮是因为 她身上的细胞已经提前进入衰老的阶段 可奇怪的是 安娜下层的皮肤却十分的健康 具体的治疗方案还得等 化验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 她给安娜开了一些止痛药 并安慰她一定能找到治疗的方法了 安娜心事重重地回到家 她暗示服药 可手上的白皮已经蔓延到肩上了 安娜看着镜中的自己 眼神中透露着无助 她决定去另一家医院问诊 等待叫号的过程中 她对着过道中的尸体若有所思 看着她身上光滑的肌肤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中疯涨 好不容易轮到她看病了 安娜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 可是情况过于古怪 医生也无能为力 此时的安娜想起之前那块脚皮 或许用尸体的皮肤也能得到同样的效果 于是她便趁人不在意溜进停时间 拿起手术刀在尸体上画下一刀 扯下自己肩上的绷带 忍着疼痛撕下一块皮肤 随后将尸体身上完好的皮肤 盖在自己的伤口上 可是神奇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将尸体的皮肤放在身上并不能愈合 此时的安娜才意识到 只有活人的皮肤才有效果 她来到餐厅本想着戒酒消愁 没想到服务员却面色不善开始感人 看着她身上光滑的皮肤 安娜羡慕极了 要是这些皮肤长在自己身上该多好 她不受控制地跟着服务员来到地下室 趁她不注意将其打晕 随后撕下她肩部的皮肤 盖在自己的手臂上 不一会儿手上的皮肤便愈合了 此时的安娜已经封膜了 她将服务员拖回家里 打算完成其他部位的换皮 换皮手术很成功 看着身上光滑无瑕的肌肤 安娜很是开心 可是还没过多久 她的皮肤又出现了白皮的症状 好在这时专家通知她 化验结果出来了 可是具体的治疗方案 还需要过几天才能确定 安娜看着手臂上不断蔓延开来的白皮 心中不断涌现着对服务员的愧疚感 可为了维持光滑的肌肤 她别无选择 只能不停地杀人 此次她将目标所定为 在酒吧里落单的女孩 第二次下手 安娜则显得十分果断 十分迅速便完成了换皮工作 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安娜决定直接前进机构 直接偷走关于自己的治疗计划 阴差阳错之下 她得知了一个可怕的真相 你无法相信这个年轻貌美的少女 竟然已经64岁 原来她参与了一项医疗计划 能够使64岁的她 重新拥有和少女一样粉嫩的肌肤 而实验带来的后果是 她会不停地失忆 逐渐地忘掉生命中的一切事物 包括她的丈夫和女儿 得知了真相的安娜痛不欲生 身上的皮肤也加速老化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于是她向邻居寻求安慰 奇怪的是 听完安娜的倾诉 邻居并没有表现出半点惊讶的神色 甚至还告诉安娜自己会一直陪着她 可安娜不愿过这样的生活 看着自己慢慢变老 是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 邻居安慰她一定还有解决的方法 她让安娜喝下药 见安娜的眼神开始迷离 邻居告诉她其实自己的真实身份 是实验室安排在她身边的观察人员 她一直在暗中监视和陪伴着安娜 而这次她也会选择将安娜带回实验室 当安娜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固定在实验台上动弹不得 身边的专家则向她描述 详细的实验计划 等待着安娜的 则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实验 看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安娜 邻居十分后悔 她本以为将安娜送回实验室 专家能帮她找到治疗的方法 没想到专家只是把她当成了实验品 决心要帮安娜逃离这里 于是她一边和专家争辩 一边帮安娜解开身上的锁口 而专家见劝说无效 手里拿着针慢慢靠近邻居 趁其不注意往脖子扎去 紧要关头 安娜提起身旁的氧气瓶 就往专家身上砸去 瞬间扭转了局势 看着地上动弹不得的专家 安娜想要换掉她身上的皮肤 可是却被邻居阻止了 因为她不想看着安娜一错再错 请求安娜快点带自己离开这里 安娜只好放弃了换皮计划 两人互相搀扶着从实验室出来 没想到此时警报气响了 邻居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 安娜将气安置在一旁 再次潜入实验室为她找解药 可当她看到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时 安娜再也安娜不住自己 换皮的欲望被再次勾起 当安娜再次回到邻居身边的时候 看着她的皮肤再次变得光滑 邻居深知她又杀了人 此时的安娜已经无药可救 不想看她继续错下去 于是邻居将枪对准了安娜 亲手结束了她的生命 影片中的安娜为了能够维持年轻的容颜 先是参加了科学实验让自己烦恼还童 在皮肤出现老化的时候 选择杀害年轻生命来换皮 逐渐让自己走上风魔的道路 随着年岁见长脸上的皱纹 其实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不必过分地苛责在意她 保持健康的心态才能永远年轻